3A會 去年11月就搞了一個 Cultural Leadership Summit 我們的題材是Arts Touring 當時的反應非常之好 其實業界真的需要多一些知識 和資訊是關於怎樣去做一個成功的tour 所以構成我們今次想搞一個course 是可以有四堂的 首先就是為什麼要tour tour planning 整個overview 另外就是logistics和flight這個問題 第三堂就是講technical issues negociation and contract 第四項就是promotion 今次一共四堂的工作方法 其實都很全面 因為港者都來自不同的背景 包括音樂、舞蹈、戲劇 和一些專業人士去講解 可以列解到他們每一個出發的角度 都是有不同的 港者舉了很多case study 他們過往一些經驗 這些經驗就是最寶貴的 因為都在書本上是學習不到 而是從他們成功或者失敗去學習 其實tour是一個挺複雜的題材 裡面牽涉太多人和太多事物 去到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law and regulations 本身是有很多機會出錯 也都會出錯 做tour management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的theories 反而很需要就是 你對這個做tour 不同的範疇有多認識 當中有很多嘉賓他們的分享 都是非常practical 他們分享了很多小故事 平時experience都未必會 真的會遇到所有的case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是很有用 有很多的tour 是因為他們的advice 就變了不會踩到自己 如果遇到的時候 藝術和別人是一種分享交流活動 做藝術行政的工作 總有機會協助將一些作品 打出香港到世界的場面 所以希望可以藉著今次的工作坊 去學習裝備自己 等將來做有關的工作的時候 可以用到 我覺得整個課程都很有用 而當中很實用的一些資訊 其實對我們做行政是很有幫助 完成這個課程之後 我希望同學們得到一些很實際 很實在的一些經驗和分享 希望我們的同學 將來做tourist得到的經驗 在這個困難裏面有很多享受